說到熱氣球 你會想到哪裡 是土耳其 緬甸 還是澳洲 不管你回答什麼 無論如何都一定有這個地方 台東路野鄉 台東熱氣球嘉年華至今已經有10個年頭 每次舉辦都有幾十天起跳 是全世界最長的熱氣球節 不僅氣球款式多樣 從可愛的卡通圖案 到神秘的怪物 都可以看到 像那邊有海綿寶寶 然後這是全年的福利熊 跟日本的養樂多 特定期間結合的光雕音樂節 更是整個活動期間的重頭戲 時刻在陸野高台 繁星共捕夏夜 偶爾在三仙台與海洋同影曙光 跑不浪漫 問為什麼大家一看 三四十分鐘熱氣球 比來回日本的機票還要貴 因為這看似簡單短暫的飛行 實際上需要動用一整個團隊的人力 搭配貨車 前後耗費好幾個小時準備與回收 才能完成 再加上動輒百萬的熱氣球本體 以及瓦斯耗台 以及單次乘坐人數超少 在台東陸野這個地方 每顆熱氣球最多只能搭三到四個人 所以如果沒有近萬元的費用 是很難回奔的 不過現在在嘉年華期間 只要事先在手機搶票預約 或是現場排隊等待 就有機會用最便宜五百五十元 體驗熱氣球系流 雖然只有固定垂直上升與下降 不過同樣可以感受升空的快感 用不一樣的視角感受台東之美 當然你也有可能會聽到現場傳來這樣的廣播 而取消當天的活動 因為熱氣球能不能飛完全取決於天氣 像今天我們本來有預約矽流體驗 但是飛行中指會說天氣太危險 所以沒有做到 雖然有點可惜 不過還是世界的下個角度見 掰掰 掰掰